在古代神话传说中 黄河下游疑人部落里 有一个叫简笛的女子 只因在黄河边吞下了一个燕子蛋 就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叫契 契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受封于商帝次姓子氏 这个黄河流域的上古部落 从此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从商侯传到第十四世时 商汤覆灭下朝建立商朝 商汤在位十三年去世 商王王位一路下船 传到第十九位国王盘庚时 商朝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本来商汤建立商朝时 国都市在博弈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但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 发生内乱 再加上黄河下游经常闹水灾 所以商王朝不断迁都 在三百年内 商王朝一共迁都五次 等盘庚接手商王朝时 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 此时的商王朝 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和夏捷接手夏朝时差不多 但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 他就为后做了许多努力 来缓解国内矛盾 但仍无法改变商王朝 衰败的局面 盘庚在经过仔细思考后 决定效法先王 实行第六次迁度 可是大多数贵族 贪图安逸 都不愿意搬迁 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 还煽动平民反对盘庚 但盘庚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 为了顺利迁都 盘庚在迁都前后 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 在盘庚连哄待下的手段下 贵族们不敢再反抗 于是在大约公元前1320年 盘庚带着满朝文武官员和百姓 驾着牛车赶着牛群 渡过滔滔黄河 来到了阴这个地方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安阳 这一带不仅土肥水美 还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 而且迁都之后 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王氏贵族受到抑制 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 史称盘庚迁音 盘庚迁音避开了水患 和宗室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 稳定了商朝中央的统治 为以后的商朝中兴奠定了基础 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商王朝由此出现了分割点 史学上通常把盘庚迁音之前 叫做商前期或者商早期 把盘庚迁音之后 叫做商后期或者商晚期 此后传到第二十二代商王武丁 武丁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 对内整顿励志 改进税收 发展农业生产 国家逐渐富强 对外战争不断胜利 商王国的国力达到历史的顶盛期 史称武丁盛世 但历史的辩证法肇事物达到盛级的时候 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 自二十四代商王族甲以后 社会矛盾加剧 因商王朝逐渐出现衰乱的景象 第二十七代商王 无以残暴无道 后来在河间打猎时遭奠击而死 直到第三十代商王 地心继位 商朝的社会矛盾达到顶峰 而地心就是臭名昭著的商咒王 然后在河间中